新年幼稿圈 去看七天假 去看七天假 新年幼稿圈 去看七天假 我們今天 協團產業會的軍 以及高校部會青年時刻委員 以及反教育招股煥牛總司 來到立法院 這是為了告訴 這位會級比較高開的 立法院會議 告訴衛法委員會的 成立到 已經無議題 我們要看出他的勞工 新年勞工以及部分公司 在現機台灣社會服務 公司基本工資 就依法應付到生活上的 一些 我們所生產出來的 我們所生產出來的勞動果子 完全被知識上所在的 沒有分享給我們這些部分公司 所願求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靠命 所以七天假部分 也會完完全全的影響到 我們副作公司 今天在我們生活上的問題 公司民進黨 從過去已經開始處當說要砍七天假 到現在 還是有可能在 第二個會級裡面 去突破 砍七天假這樣的一個議案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 就是為了告訴民進黨 已經告訴國王委員會 要求 不要砍七天假 因為一砍七天假 什麼意思 對我們部分公司者來說 什麼是減輕的效果 如果我在七天假 火力站日上班 對某公司者來說 我們可以領起加倍的金資 但是這邊只要一砍到七天假 對我們來說 我們就沒辦法拿到加倍的金資 所以 這樣子七天假的行為 無論對於一般勞工來說 還是對於部份公司來說 都是一個對上潛性的行為 所以 我們今天來到立法院這邊 我們就這樣請責 這樣子 民進黨 只顧勞工 只顧資方 他們就資後的打手 不斷的維護資方的利益 他們就照顧 台灣要欠欠欠欠欠欠的勞工 所不領到的外圖 台灣欠欠欠欠欠的勞工 所不領到的 就業外圖 以及生活外圖 嚴正正的看著勞工 不斷的被資方剝製 不斷的被資方壓迫 然而民進黨還是一樣 以及請貧勞工的聲音 蔡英文政府在就位的典禮之間 也說過 他是一個請貧人民預見的各國 但沒想到 我們今天 今年在這邊 蔡英文也說過一句話 他說 今年 今年是最支持的民進黨 讓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 今年就是站在這邊 我們今天站在這邊 告訴蔡英文說 我們當初 你所說的 支持的民進黨 其實 其實喔 我們其實都會 要求民進黨 要求對於清典勞動局 以及部副國指導 做出一個 適合的回應 做出 對於勞工利益 符合的利益 所以 我們今天 才要在這裡 要求民進黨 政府 要求貿易 貿易 可以正式 去戀罪勞工的利益 戀罪勞工 都不可惡 今年要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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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砍齊連架 去砍齊連架 今年要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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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砍齊連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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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方邦修民進黨 勞工全益彈勞工 勞工全益彈勞工 好 那我們今天也請到 許多在 打勾的大決鬥 跟這個附近公職的大決鬥 待會在這個位置 為我們講說現在 對於打勾不起來 勞工全益彈勞工 坎哥今天叫 至於我們今天勞工的 會有多大的影響 好 那我們介紹 先請那個反教育商品化聯盟 林子傑來問答 大家好 我是反教育商品化聯盟的 林子傑 我們今天會來到這裡 就是要反對 就是針對這個民進黨 跟全市政府 竟然要砍掉勞工七天休假 今天砍掉這七天休假 衝擊最大的不是別人 甚至我們這些學生打工主 還有青年勞動者 我們都知道 學生在學期間 只能用課餘的時間 做這部分工時的工作 如果今天肯掉的七天休假 等於肯掉我們一半的薪水 以基本工資一百三十三元 一天八小時來計算 等於一天就少掉一千多塊錢 七天下來就少掉七千 差不多七千五百塊錢 而這七千五百塊錢 往往是一個學生 在外生活的一個月的支出 如果 也就是說 這七天假 就等於 讓我們這些學生在外面 少掉一個月的生活費 如果今天民進黨政府 還有地方委員們 還能這樣做的話 等於是 與我們學生打工主為禮 與青年勞動者為禮 反教育育商品化聯盟 在不管在 反掌學費的訴求 或公共化的行動中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這十幾年來 學費不停的上漲 可是青年執行率 卻不斷的下降 全身跟家庭的負擔日漸增大 根據幾個月前報導指出 全台灣有九十多萬人 在負擔學貸 而政府竟然每年編列三十億的預算 去銀行繳補貼那些學貸 政府的彈性學貸政策 導致學費的上升 使得更多人要背負學貸 可是 這些錢 卻讓我們不要 找更多納稅人的錢 去交給銀行 去補貼那些利息 而企業在勞動力市場 已經壓低 剝削我們這些勞動者的薪資 那麼 在這間開到學貸的話 那這個是 什麼樣的政府 這是一個完全像資方傾斜 壓迫勞工的政府 在上個月 8月24號 我們反教育商品化聯盟 到行政院 去 要求行政院 跨過位去做政治管理的 多大教育費 保障實行三的勞動權益 但行政院依舊不處理 我說這個勞業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 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學生 在校內 的勞動 往往用獎豬學費的方式 沒有勞健保的保障 而且 還繳一大筆的學費 去給企業實習 然後 成年嫁勞工 或是無薪勞工 再持有 而 學校 可能說要保障或是 可是給了親含助學金 卻還是要綁到勞動國務的時數 這樣子 還不過去外面打過 還比較有錢賺 我想說 這一連串的事情 不管學生 是在校 在學期間 在校內 還是校外 或是他們今天剛出社會 他們一樣都面臨非常嚴重的情況 這些問題 終始了 7年等候的問題加劇 我們學生平常 也都已經在爆肝 如果今天在啃料7天假 那 會讓更多人 超爆更多點心人的肝 我們還在頭號 今天爆肝 7年爆肝 明天都有肝 明天都有肝 今天都有肝 明天都有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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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再來 去請到 這位7年爆肝 替你解答 你去北斗的學校 我們這一場 來為何發揮 好 我剛剛講一下 我的打工經驗 在今年4月的時候 我套路一家 我賺複合式餐飲打工 希望多少可以補貼幣的生活費 我們的餐廳有十張桌子 外場的工作 曾打早 做飲料 備食材 應對個人出餐 無意不包 我們在控學的時候 還要挑選 公司從北港Pi的破衛局 做文創小物 平日兩天上班 各班的小時 生意好壞難料 但是內外場就只有兩個人 而教育的時候 我們一天至少要排五六個小時的班 生意金融 只有四五個人 可是怎麼樣都排不來 最誇張的是 在這三個月試用期裡面 我的薪水只有115塊 根本沒有到基本工資 領到薪水的第一天 我看了帳板裡面的數字 那是我拿青春 拿我時間後來的東西 那時我才知道什麼文藝青年的夢想 都是假的 我只是一個疲憊的勞工 也要跟所有部分公司者 打工主一樣 有苦難願的勞工 我們現在今年 從來六條件 去要求公司 給予符合基本公司的金水 特製額外的加班費 地價率也必須配合公司上班 公司非常的不固定 從變成打工主的那一天開始 就一股無心的壓力 從不間斷 要回穩的壓在我的胸口 最後壓成帳本裡 那筆燒的可憐數字 作為打工主 我明白 對不起我的 是時代 是政府 如果勞動部 能夠落實勞動檢查 至少青年而為全力 能夠受害保障 保留十九天的國民教育 並嚴格執行 從加班費的加急制度 則是對我們這些重學生勞工 最基本的照顧我 7月 因為我有十到五百倍的公司 公司就在試用期間 把我給辭退了 現在我們戶頭裡面 什麼都沒有 可是今天在場有許多同學 有苦難言 當我回到三峽 我還會面對許多朋友 他們領不到基本公司 他們非常長的公司 被人剝削 我希望今天此番鬥爭 能為青年要到更好的勞動環境 能讓政府 民進黨政府聽見 這個第二級的公司 根本不夠過生活 能讓部分公司的打工學生 撲回一點點 一點點對生活基本的增嚴 今天在此 我不僅代表給大家學生發援 更是青年產業後備軍 我們是去年跟隨二零一六公安鬥爭 成立的一個組織 由各種大學 關注勞動權益的學生組成 我們希望 自由勞動權益的改善 青年的未來不再暗淡於光 接下來 讓我再提一次由大家公會 反駕育賞頂化聯盟 以及青年產業後備軍提出的三點訴求 第一點 勞工國進駕育十九分 一天都不能散 第二點 拒絕以一例收或特收債務 作為刊除國進駕育的招案條件 第三點 勞動部應積極宣導 並進行勞動檢查 落實部分公司 工作者的勞動權益 好 這要讓我們再開口號 青年要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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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刊七天假 青年要勞全 去刊七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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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要勞全 去刊七天假 青年要勞全 去刊七天假 去刊七天假 青年要勞來盪五光 去刊七天假 青年要勞來盪五光 謝謝大家 我們剛剛可以看到 對 剛剛老學的同學 已經可以很清楚 表述他在打分的時候 受到如此的播就 然後我們接下來 來記憶提 那個 那個 行動青年委員會 陳秉全 來為我們發言 大家好 我是青年行動委員會 陳秉全 我同時也是師大的 學生代表 那 青年的清平化現象 現在我們都知道 現在社會上 工時太長 工資太低 這是我們現在常見的現象 那七天假 本身它是具有加班分 以及補修 這兩個條件 那我們在七天假期間其實是可以 不用工作也可以領到一樣的薪水 可是現在呢 現在現在民進黨的政府 是想要把這七天假給砍掉 以後我們就沒有這七天假 七天假的夾班費可以領 我們當天各被迫要上班 我們七天算下來 整整 如果我們用126元的薪水來賺的話 死薪來賺的話 大概會少7500塊 如果我們用133元明年的死薪來賺的話 那這樣子的薪水就整整差到1萬塊 1萬塊等於多少 1萬塊大概可以付完一個學生 一學期的學搭配的支出 所以等於一個學生的 可不可以上大學的機會 就會從這七天假裡面 直接的影響到 那這樣子的七天假的現象 到底有沒有影響 現在可以舉一個十大的例子 給大家聽一下 現在這種工作很低廉的這種情況 其實從大學研究所前就有 在學校裡面有大量打工機會 現在多數的學生也都在大學裡面 擔任這些部分工時的工作 那我們在大學裡面都有部分工時的工作 會不會跟七天假有關聯 理論上應該要 如果今天在國定教育期間 我們應該都要放到假 但現在各校都在想辦法歸避這件事情 昨天聯合報的一篇新聞裡面 畢校的阻密 畢校的阻密 當面說了 為了避免七天假的衝擊 為了避免教師節的衝擊 他們在圖書館 強迫學生變成領獎學金的工讀生 讓學生的薪水下降 讓學生的工時增加 讓他們變成一些領獎學金的工讀 領獎學金他們稱之為叫學習性的學生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他今天說你是領獎學金的學生 你就不用領到 你就不用放到這七天假了 這麼直接的衝擊 我們就可以看到沒有放到這些假日的學生 他當下就沒有了加班費 他當下就沒有了這個補充 這個什麼時候會發生不遠 下個禮拜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實際上馬上就可以違法告訴大家 七天假我們可以不理會 那今天我們都還有國進假的情況下 都有人敢不理會 未來民進黨把七天假都砍了 哪一個財團 哪一個企業家會理會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來反應一個口號 出賣老公七天假 出賣老公七天假 青年未來大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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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賣老公七天假 出賣老公七天假 青年未來大五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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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方高秀民進黨 四方高秀民進黨 老公全力砍坡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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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好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吃到這位陳腋大姐 也是這樣子為了七天假的事情 透過獎學弟的方式 還是不斷去透過獎學弟的方式 去壓迫 並且青年勞弱者 好 那我們繼續 來請 正治大學的代表 洪詩婷來問我們發言 大家好 我是鄭大的學生 那目前也是一名打工組 從一年級開始 我就有在外面打工的經驗 直到現在已經三年了 那目前我所賺的錢 都必須做一切開銷 那對於 勞工被砍七天假的議題 我想要提出幾點想法 第一 勞工原本法定的十九天假 若被砍成十二天 小了七天假 跟以往相比 就多了七天的工作時間 工作量會相對增加 那多了七天的工時 薪資卻沒有增加 這是我覺得很荒謬的一點 事實上不需要多付勞工錢 就可以多了七天的勞動力 以及生產量 那脂肪哪裡會反駁呢 而我認為 至少得沸沸揚揚的 是因為 這根本就是某一種程度的 一代國選 第二 小一小的七天下 那對於 那個我這個打工組來說 假設到去上班的前提下 排了半個小時的班 要就在國立下日上班 依勞機法的規定 部署必須提出我 比平日多一倍的薪水的條件下 我等同少了將近七千五的薪資 這就足夠支付我一個月的生活費了 最後 雖然而生為打工主 但其實也只是一年的時間 就要進入職場 去開啟我醫化勞動的人生 這一年之後 有多少的社會新鮮人 需要面對這種 提心搶工時 又被剝削的環境條件下工作呢 所以在削減國立假日的新規定 又翻證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權益 雖然勞動部以及立法院能夠再三行事 然後剛才我也來分享我的打工經驗 雖然打工主其實我最在乎的是 加班費是否被合理計算以及找健保有無落實 我自己曾經在餐廳以及補習班打工過 兩份總共都曾經過了十個小時以上的班 但是部主並沒有因為超時加班的規定 給我應得了加班費 還有一件更悲哀的是 我學妹在補習班 為了因應暑假安清班需求量大增的情況下 被主任逼得不得不工作十三個小時 但每天早上九點從晚上十點的工作時間 我們領到了一日子基本實訊 這明顯已經違法了 那我還有一個朋友 他在洛哥的查探自己工作 工作期間不小心燙傷了 但是沒有勞確保的情況下 是在紀念他要沒有辦法得到任務補助 勞確保沒有辦法講的 權益就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希望勞動退體力法院 對於這個新規定能夠再三審視 能夠同比我們勞房所爭議關切的 並且呼吸大眾 所以是真的權益不能忽視 我認為老師關心沒有停了一天 要如何減少不是有機會一起 喚醒勞工的權力意識呢 又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以上是我的發言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看到 被政治大學代表 已經有說到 今天勞工 今天資本以及政府 是怎麼 做過任務主動去壓迫勞工 尤其是資本 尤其這些勞工 尤其這些勞工 尤其讓我們常供吃 低薪吃的方式 不太能去壓迫勞工 那勞工得到 符合自己的政府的需求 那勞工 這些青年勞動者 有些要打工賺利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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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樣低工資 低工資 長工資的工作 你叫青年勞動者 聽說應該 叫青年勞動者 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今天 也是要呼籲 民進黨政府 以及 這些制度 所以我們要決定要正次勞工的 勞工的 處境 勞工的處境 就是那麼困難 今天勞動的問題 就是那麼多 所以 我們現在 再請到 市盈大學 市盈大學代表 洪康偉來問班 沿週大 談大師說 外籍生 來到台灣 今天在台灣搞錯處境如何 好 大家下午好 我是來自市盈大學的馬來亞籍籍同學 我叫康偉 我目前也在台灣打工 然後 過去也實在是馬來亞工作 那當地勞工每年大概有19天的 國庭假日 而且其實 其實政府也持續推動 推動週休二日的工作 事實上我以前 學校政府一直都在推動勞工 有更多的休假 幾更好的勞動素質 但是我在台灣 我覺得根本就不是這回事 在我打工的經驗裡面 尤其說勞工權益 及我們外籍生 很多 都有 對於勞工權益 或者是法律不熟悉 很常都會被 雇主 強迫說 就拒絕大陸勞健保的問題出現 這是很非常 在我們外籍生 裡面是非常常見的問題 可能 有工商問題 其實都難以開口 跟解決 這樣子 目前 你看 目前的狀況 自白 破壞我們的勞工權益 如果政府這樣還帶口 一直保護好 將國力假日和平常休假的事件 都綁起來 有絕對的人都綁起來 根本就在朝取好多 根本就是一種朝取好多方式 刻意檢查我們的修行線 讓青年繼續出賣自己的 血汗過火 所以我今天 身為一個外國籍人士 和台灣的朋友站在一起 為的是要讓台灣有更好的勞動條件 為的是讓我們有更多的休假 為的是讓台灣變得更好 不要再成為一個過勞的指導 好 大家跟我喊個口號 好 青年老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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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卡青年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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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可以看到 外國籍人士 跟寬委 剛剛也提到 就是馬來西亞那邊 對國民紀念假的 是說 是對跟台灣 對老公的權利保障 完全不一樣 那他相對於 他只要抬到台灣也是一樣 看到台灣 不斷的制造於政府 不斷的國際老公 以及現在目前 我們主張 紀念假不能抬 這件事情 也是對老公的權利 這件事情 也是對老公的權利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到 東吳的代表 方馨姐 為我們發言 好大家好 我是東吳大學 城中票碼社的方馨姐 也是法律系的學生 那我最近 剛剛結束 在學校辦公室 的公讀 那這個公讀的內容 其實很簡單 就是打電話 確認畢業的學長 且可不可以回來 參加學校的活動 那雖然簡單 其實我在辦公室的發言 講電話的內容 時時刻刻 都被辦公室的工作人員 立聽著 雖然他們都很友善 但我還是會感覺到 有一種很害怕說錯話的壓力 很害怕說錯話的壓力 以及 怕說會 得罪學長解 讓學校吃了面子 那這個工作是排班制的 雖然最長的工時 也不過是個半小時 但是我常常在下 因為我經常站在經濟的上班 所以在下班後 都會覺得好像做了一輩子這樣 那我之所以會去打工 是因為 開學後有一個非常大的開銷 我覺得對每個大學生而言 都是一樣的 就是固本費 法學院的書 特畢入水 那在這無數次 年輕下來的公司 所換到的公司 我發現 那些公司 沒想到在我買完之後 竟然等於是歸零了 那在買完之後 我就深深的發現 對 原來基本公司 對於一個 只能擠出客人之間 去打工的大學生來說 根本就不夠 但我已經很幸運了 我住在家裡 我家裡還讓 可以支持我的生活開銷 所以 這個部分 退做而言 就已經是一個出戰 那更何況是那些 需要自己住在外面 自己住自己房子 自己住自己生活費的學生 那今天你要砍掉七天假 如果我們要 我們為了要 賺更多的錢 在七天 在可以休假的時間去打工 結果還不能拿加倍的薪資 那這不是政府在頭 要變相砍我們薪水嗎 所以我覺得這非常的不合理 而且 在這麼漫長的打工時間下 還要兼顧特業 我覺得身體還有精神 都是非常大的壓力 所以我認為 如果政府 真的珍惜 一天照顧法制 正義過在口中 真的想要創造更好的 競爭力 你們要了解到 我們這些 連幾天先讀學 打工讀學 的選擬 幫我們創造一個更好的 勞資環境 謝謝各位 好 我們剛剛呢 從各個團體 還有各個學校的代表 各個打工組 可以提到說 現在我們青年的處境 是越來越惡化 可能在打工的時候 不管是在校園裡 或是在 就是餐飲業中 都可能遇到 非常惡質的僱主 那在變成這樣的情況下呢 就是我們民進黨政府 居然 居然 還要 還要用這種方式 砍架 惡化 我們青年 我們全體勞工的勞動條件 那我們現在是用一個簡單的行動句 來 演繹 民進黨 跟地方 如何聯手的賤賣 勞工的權益 所以這顆肝呢 就象徵著 我們青年 我們青年的健康 我們的未來 它本來呢 應該 是要能夠有充足的休息之間 良好的勞動條件 但是呢 從民進黨執政以後 我們看到什麼 我們看到 不管在一粒休 在七天假 在基本工資 在年金改革 各問題上 他們都一再的 跟資方聯手 一再的密會工商團體喔 聯手 就是要打壓勞工的權益 賤賣青年的血汗喔 所以呢 我們就發現說 青年的勞工呢 就被 民進黨 還有被工商團體 聯手的燃紅 因為我們 勞工的鮮血呢 就在 民進黨 還有其他工商團體的聯手下 就被賤賣了 所以我們就 好 青年要勞全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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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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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們難道還要放任 民進黨 這樣子賤賣我們的血汗嗎 不要 我們還要再放任 民進黨 跟資方聯手 一起出賣我們的健康嗎 不要 那我們繼續喊太汗 青年要勞全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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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要勞全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去砍七天假 好 那接著呢,我們就把這個勞工之竿喔,我們就把它鎖到立法院的正門口 對,我們把它鎖到立法院的正門口呢 就是為了,為了警告,警告民進黨的立委喔 今天呢,我們之前工人已經經過激烈的抗爭,才讓領執會 好不容易,就是七天假,沒有辦法砍 那現在呢,現在呢,我們卻用執意 現在民進黨卻用執意的,執意的,要把它列入優先的法案 這是我們完全無法接受的,所以我們繼續喊口號 青年二樓圈,去砍七天假 去砍七天假,自幫幫修民進黨 自幫幫修民進黨,勞工全議坎官官 勞工全議坎官官,出賣勞工齊天假 出賣勞工齊天假,青年未來大五光 青年未來大五光 所以我們警告,警告民進黨立委喔 一定不能砍七天假,如果你們還敢繼續的砍七天伯定假日 你們就自於青年推敵,你們就自於全體勞工為敵喔 好,那接著我們就 先好,再坐一下 好,那大家就是集中在兩側齁齁 就是呢,我們呢,也要,就是 今天呢,我們有非常多的大學的代表 非常多青年的代表,一起來聲援喔 所以待會呢,我們喊到這些大學,大家就喊加油 那,好 東北大學 加油 土人大學 加油 台北大學 加油 台灣大學 加油 陽明大學 加油 師範大學 加油 正式大學 加油 士兵大學 加油 春春大學 加油 南華大學 加油 散江大學 加油 高雄一二科技大學 加油 好,今天呢,就是有十三所大學來聲援喔 那我們呢,也告訴民進黨,告訴這個新政府喔 我們一定會繼續的擴大創業 我們一定會繼續的深入校園 我們接著呢,還會舉辦更多的 響應去談青天假的活動 讓更多的青年,更多的大學,一起來響應 那到時候,就看民進黨 是不是還敢辭議的 還敢辭議的 跟全體的青年為敵喔 那我們最後再喊口號 青年要勞全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去砍七天假 青年要勞全 去砍七天假 去砍七天假 私方方兇民進黨 私方方兇民進黨 勞工全議成功功 出賣勞全議成功功 出賣勞工齊天假 出賣勞工齊天假 青年未來帶五光 青年未來帶五光 好,那今天也有一些團體來聲援 我們也非常感謝家道府公會 還有中國自由公會 然後我們也對 好,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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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